歡迎做工的人 得到我們迷你劇集電視電影 男配角獎的薛士林 是林哥 今天拿著獎座對著我們現場的媒體大哥大姐們 來拍個照 沙沙又帶血壓藥來 血壓藥 沒事沒事 慢慢講 放輕鬆 剛剛前面做工已經有一個獎項 然後 然後 沒有得獎 對 燈光獎 然後我覺得 剪接 剪接 對不起 然後我當下其實覺得很難過 然後我真的沒有想到 對 我會得獎 然後剛剛在台上 我還是 也不是說沒有準備得獎感言 只是因為其實我想講的話一直都一樣 就是我覺得 每一部作品都是集合很多人的時間 然後他們的辛苦 然後 才有辦法有今天大家看到的 然後我能夠代表他們 然後拿一個獎項 沒有 因為其實我覺得說 歌手轉型到演員是一個非常大的突破 我相信有很多的藝人都在做這樣子跨界的轉型 最後可不可以幫我們鼓勵一下那些 也許想要做出突破性的挑戰嘗試的人 給他們一個什麼樣的意見 可以像你一樣有機會得到肯定呢 不敢 我覺得我沒有什麼資格講說什麼 給什麼意見或是什麼 我只是想說 追尋你自己真正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努力把它做到最好 然後這樣就好了 好的 現場的媒體大哥大姐 有沒有想要再提問的 有嗎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讓士林哥 等一下等那個 小心過來 沒問題 沒問題 那等一下就請 士林哥稍微幫我們稍等一下下 等一下一起拍一張照 士林哥口罩可以先拿下來 因為等一下呢 剛才女配角獎也頒完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 男配角獎 女配角獎 一起來拍一張合照 蛤 沒了吧 我是要退休了吧 那我現在順便發表退休感應 結果得獎感應 我真的沒有想要得獎耶 怎麼會這樣 我剛剛聽到我的名字 我後面都沒聽到了 你那個阿權的性格慢慢冒出來了 開始又變回到做工的人裡面 阿權的性格 對 就是很謝謝評審 然後真的也很謝謝每一位觀眾 我覺得其實很幸運 就對啊 大家可能 就是有幾位 我有認出幾位好朋友 我們之前都有訪問過 可能會覺得我一直在重複 但是對 就是我從一開始到現在 我都是這樣覺得 所以 以後也不會變 對 很棒 始終如一 之後有沒有什麼下一部戲約 已經在進行當中 現在目前在走的 已經是11月13號 在公司跟客台要上的茶經 喔 茶經 對 是去年花了四個月的時間 我們環島拍攝完成 再講台灣1949年的時候 茶的故事 那 之後陸陸續續一些宣傳活動 然後可能也會有機會跟大家見面 希望大家再多多關注 好 期待士林哥的下一部作品 好 期待